在我背后的这栋房子呢 就所谓邓小平邓爷爷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这呢是为他的家乡四川的广暗 我们到房子里面去看一看 这栋宅子呢 它是坐落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在院子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池塘 像一个为人所用的宴台一样 在远处还有一处山 这座山呢也是像为人所用的比价一样 也是叫比价山 宅子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整齐 三间大屋分左中右 共有17间房 我们从这里先去看一看 在这个最角落的地方呢 它是一个农具室 也就是以前他家放农具的地方 这栋宅子呢 它是祖上几代 着部建成的 虽然他家也是有田产 农具也是比较多一些 从这入口进去看一看其他房间 这里很多房间呢都是相连的 这是一个织布室 他的祖母和母亲都是围着地道的农民 所以呢是常常在这里织布 在旁边的房间呢 就是为他姐姐和妹妹先后所住的一个房间 还有以前那种老式的床 他这里的三栋大房呢 里面的布局也是左右对称 在这里就是为一个北塘屋 会客的地方 从这北塘屋所走过来呢 就是为他父亲和母亲以前所住的一个房间 也就是为他出生的一个地方 从邓爷爷在这诞生之后 这一间房呢 也成了他在幼年青年时 所生活的一个房间 他也是在这里学习 度过了很多年 一直到外出学习 在这墙上呢 还有一张这邓爷爷年青时的照片 也是很帅气 从邓爷爷所住的一个房间 可以走到他家的一个饭堂 他们家里呢 就是在这里所吃饭 在旁边呢 就是为邓家的一个厨房 在邓爷爷年青时 经常在这里 把母亲烧火做饭 奇怪的是 就是他这里有一个租据 和厨房是相通的 他家的美呢 也是非常多 这饭堂也是在连接正堂屋 和北堂屋的一个拐角之处 到这里看一个房间 这一间房呢 就是为邓爷爷 他的父亲邓绍昌 还有母亲所住的一个房间 他的父亲呢 早年也是在成都上过学 所以呢 有很先进的思想 还加入过刨哥组织 当过广安县团练局长 所以呢 见识是非常多 这位邓爷爷当时流洋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这一张床呢 他也是做出了很多的雕刻 并且还刷上了金漆 在旁边 还有他父亲和母亲的一个画像 邓爷爷的流洋经历呢 对他一生是影响很大 在他离开之后 他的母亲也是狮子心切 没有多久 在1926年就去世了 在这呢 就是为他家正堂屋的一个大客厅 也是位置最正的一个地方 供奉着牌位 天地君亲师 这邓家呢 供神祭祖和接待一些重要的客人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从这呢 是正可以看见前面的池塘 还有远处的比加山 他家的人数呢 还是比较多的 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是他兄弟所住的一个房间 他的三个弟弟呢 并不是同时住在这里 是先后在这里所居住 再往旁边呢 就是为邓爷爷 他姨姨奶奶所住的一个房间 他们也是为地地道道的农民 为人非常的简朴 在他姨姨奶奶所住的房间 是向外做了一个很大的圆门 采光非常好 整个的圆门做的也是很有艺术感 再往旁边就是为他邓家的一个桌房 这是一个干活的地方 在前面还有一个十年 这最开始呢 是他邓家的一个饭堂 在他父亲死了之后 他的继母就经常在这里工作 做一些东西 生产一些粉条和面条 拿到集市场去卖 来贴补家用 在这呢 是做了一次楼梯 和通往里面的门 这里面应该是为二层 这上面应该也是为做活的地方 下面是为一个房间 这一间房呢 就是为邓爷爷 他的继母夏伯根所住的一个房间 在邓爷爷离家上学和干革命之后 还有他的父亲去世之后 他的继母就开始操吃这里的家务 一直到后来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些家务也是由他的继母进行操吃 在这墙上呢 还有他们一家人的照片 在这里就是为邓爷爷 他们一家人呢 也是相处得非常融洽 邓爷爷和他的夫人呢 也是称赞他的继母 是为他们邓家的一个大功臣 在2001年呢 夏伯根女士去世 她是活了103岁 特别的高寿啊 这里就是为出口 在这呢 他还有一间房 就所谓他家的一个临时住房 也可能有亲戚朋友来这里 可能就是在这里所居住 邓爷爷爷的一生呢 是为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刚才呢 我们在房子里面转一转 可以看出 他家这个条件 家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他依然放弃着安稳的生活 依然参加革命 这种九层呢 是非常值得我们后备景仰去学习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 再见